北明有声 我们正在强行突破束缚 数位红衣准备联手 毁了这个门后事情 我忘记了很多东西 忘记了所有痛苦 忘记了绝望 也忘记了和那个朋友 在一起是发生的种种事情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已经离开了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女孩的声音很低 她一直低着头 我不记得了 可能是叫陈哥 陈哥停下了脚步 她想和我起同一个名字 女孩没有停下 继续往前走 那鱼缸上的裂痕逐渐增多 金鱼不安地扭动身体 原本清澈的水 变得浑浊了 我也认识一个 叫这名字的人 女孩的声音 和之前隐约有些不同 她没有朋友 没有任何人 愿意做她的朋友 包括我在内 这孩子很惹人讨厌吗 不 恰恰相反 她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女孩低垂着头 声音似乎不是从她的嘴里发出的 更像是从这门后 试现某个地方传出的 很乖的孩子 为什么会没有朋友 陈哥的语速越来越慢 她的大半身体也变成了灰白色 女孩低垂着头慢慢抬起 她的脸已经开始模糊了 因为她身上有一个秘密 那是一个怎么都杀不死的孩子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杀掉她 她都会回来的 你愿意和这样的孩子做朋友吗 无论怎样都杀不死的孩子吗 陈哥仰起头 目光透过灰色的树冠 看向惨白的天空 就算她愿意和那个孩子做朋友 那个孩子还是没有朋友 因为她可能就是那个孩子 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孩子 如果她真的存在 我会和她做朋友 陈哥非常肯定地回答 她说完又看向了女孩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 她无论怎样都杀不死的 在陈哥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 透明鱼缸上出现了一道很长的裂缝 缸中的水开始顺着缝隙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 鱼缸内透明的水从缝隙中流出后 就变成了浑浊的浅灰色 水越来越少 那条血红色的鲸鱼也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它身上开始出现伤口 鱼缸内的水慢慢被染红 我杀死过她 女孩的声音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我想要成为她 可当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 她又回来了 那你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吗 陈哥的心脏跳得很快 意识却变得模糊 似乎正在遗忘某些很重要的东西 而最危险的是 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遗忘什么 是啊 女孩转动头颅 她的脸看向陈哥 此时此刻她的五官已经完全模糊 一张新的脸正在慢慢地浮现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冷光照在身上 两人夜左也又正好站在了树林出口 他们能看到远处的建筑正在流行 女孩对应的左半边建筑 爬满了散发着不祥的黑色细线 陈哥对应的右半边建筑 则快要被鲜血染红 到处都是裂痕 方语的门后世界已经和真正的门后世界差不多了 但还是经不住将近十位红衣的折腾 刚进入门后 陈哥发现这个世界和其他门后世界不同的时候 他就立刻让所有员工动手 方语的过往他已经知晓 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去慢慢探索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你就是明台留在这扇门后的寄托物吧 早在陈哥看见方语的时候 他就开始怀疑 如果门后世界的方语真的已经彻底不再反抗 像这个女孩表现出的那样 那门外的方语根本就不可能把名字吻变全身 更不可能每天都去那个公园等待 真正的方语并没有放弃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先用张艺试探 女孩没有任何反应 反倒是鱼缸里那条血红色的鱼 一直在游动 再往后乘客就按照自己的猜测 不断地询问 最终确定眼前的女孩不是方语 在方语的失忆世界当中 除了她自己以外 还能够开口说话拥有记忆的人 只可能是名胎 女孩估计早已知晓自己被看穿 但她并不在乎 你怎么就确定我不是名胎 这个门后事件 虽然比前几个门后事件稳固 但对于凶神来说 还是太脆弱了 就好像你不可能把一只鲸鱼 装进家用鱼缸一样 诚哥在进入方语的世界之前 就不觉得名胎会藏在这里 张义曾经在她说过的话 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另外如果她是名胎 一定会把自己藏在一个 身体没有太大缺陷的普通人身上 其他八个人都是幌子 就算门后事件被毁 也只是损失部分能力 只要拖到真正降生 局面将会直接逆转 女孩原本的五官被抹去 一张婴儿的脸 慢慢浮现了出来 她双眼紧闭 嘴角耳朵和鼻子都在向外渗血 但是她却不哭不恼 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这个名胎和其他 门后事件的名胎不同 她拥有自己的意识 在被发现本体后 也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甚至外衣都没有变红 她和乘客就这样 站在了树林出口 安静地看着被黑红 两色肆意涂抹的城市 渐渐地血红色占据了伤风 代表着诅咒的黑色丝线被压制 灰白色的城市 被画出了一道道血红色的伤口 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流行 将近十一位红衣全力爆发 瞬间压制住门后隐藏的诅咒 不过看着眼前的一切 成个脸上没有任何的效应 算上假名北野进入了那扇门 这才是第四扇门 已经需要将近十位红衣同时出手 才可以压制 如果进入第五扇门 恐怕就要所有红衣全力爆发 才能破局 照此推算 第六扇门 就算带着所有红衣 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 灰白色的城市被血色铺满 成个没有使用任何计谋 就是最单纯的使用暴力 用将近十位红衣碾压 这是最简单 最有效 也是最安全的做法 一道道血红色的身影出现 街道上数量众多的镜色并眼碎 灰白色的城市被让红了 就差一点 如果能再拖延一些时间 我就能把你永远留在这里了 仗着婴儿脸的女孩 转身看向诚哥 我不杀死你 但我可以让你忘记自己 把他们对你做过的事情 再做一遍 双方都在拖延时间 诚哥是在等待红衣远公 突破门后世界对他们的束缚 女孩则是知道了一些 很隐秘的事情 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杀死诚哥 他们对我做的事情 他们是谁 诚哥追问道 你为什么非要去寻找他们 你已经拥有了我求之不得的东西 为什么非要舍弃 女孩的身体逐渐变模糊 就像是慢慢失去了颜色 即将和世界融为一体 乖乖待在原地 让我成为你不好吗 我寻找的人 是我父母吗 诚哥的语气变得急促 听到父母两个字 婴儿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诚哥似乎说到了婴儿最痛苦的地方 他没有再回答诚哥的问题 猛地伸手抓向了鱼缸当中的金鱼 你运气很好 在我还未完全醒来的时候 进入了这扇最危险的门 不过 那些已经注定的事实 你永远都无法更改 风雨 诚哥拿出碎炉锤 砸向女孩 女孩的手指碰到了水面 但是金鱼却在她五指间躲过 透明的玻璃鱼缸摔落在地 那张婴儿脸面目扭曲 她的身体和鱼缸里 溅露的水花一起散开 我在后门等你 诚哥 女孩的身体 水花和灰白色的世界融合 消失不尽 地上只剩下了一条血红色的金鱼 和一枚很普通的玻璃弹珠 诚哥先把金鱼放在了一块 较大的鱼缸碎片上 那里还残留着一点浑浊的水 皆是她把手伸向的那个 非常普通的弹珠 只见触碰到弹珠的一瞬间 一段陌生的记忆 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午夜鬼屋三楼 温馨的小屋里 摆着一张单人床 床头柜上有一盏 手工制作的小橘灯 淡淡的光线照在床上 年幼的孩子已经熟睡 她的影子却轻手轻脚地走下床 拿出了摆在屋子里的玩具 瘦着的影子坐在玩具中间 她一个人玩了很久 直到午夜零点到来 她突然听见有人在呼喊某个名字 影子回头看了眼床上熟悉的孩子 自己溜出了房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